- 字幕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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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H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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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HC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五个我在手像中的手像字体 如果说起英文字体 可能你都很容易就会想到很多不同的英文书法 但是说到中文字就没什么选择了 那今天我就想说一下一些中文和英文都可以用得到的手像字体了 那我们立刻开始吧 第一种就是这种空心粗体字 写这种空心粗体字的时候 我们与平时写字的方法有少少不同 平时你可能会一笔一画按照平时你写字的笔画地写 但是当你写这种粗体字的时候 你要想象你首先要写了外围 然后再写里面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首先用原笔器稿 这种字体就会比较可爱 它会像一个立体那样显示你的字 但是就需要一些练习了 第二种就是招牌字体 如果你觉得刚才那种都很难的话 那你就可以试一下这种招牌字体 那我首先会画一条直线 作为大概这个字上几个高的 然后就在里面写你要写的字 好像平时写字那样就可以了 写完之后我会用一个长方形包住它们 最后我会在右手边加一个立体感 我觉得这个字体好像商店的招牌 所以我就叫它做招牌字体了 英文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按你平时写英文的方法 然后再在外面加一个框 那这种有点特别 但是也是很容易就可以写得到的了 第三种就是按楼字体了 那除了你整个字可以用一个长方形包住之外 这次我们就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包住 那我这次就用一个圆形来包住它们 首先你写了一个字 然后画一个圆圈包住它 再画一个立体感 如此类推 如果英文的话就每一个字母这样包住 那这些字就会一粒粒这样 都挺有趣的 第四种就是立体字了 那首先就用猫拉拿写好了一个字先 我们就会用原子笔呢 在右手边这里加一些线条作为阴影的 那通常阴影都是右边或者左边 那今次我就选了右边和下方 逢是每一画的右边和下方呢 我们都会加上阴影的 然后最后呢你就可以形成了一个 有颜色而且有点点立体感的字了 因为呢 萤光笔本身已经有点粗度了 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 好像一开始第一个 空心粗体字这样慢慢画 而第五种呢就是 花纹字体 我们就会用到猫拉拿 首先写了一个字先 写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在其中一些笔画里面 加上一些花纹 那我们不需要每一笔每一画都加上这些花纹的 只要很随意地在某一些的线条那里加上这些斜纹 那这些字呢就会很特别的了 最后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在上面加一些颜色 那这五种的字体呢都是很简单就可以做到啦 而且在手帐里面呢是很适合的 那我觉得呢 它作为一些标题啦都是非常之好啦 而且呢中文英文都可以用到 你们都一起试下啦 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的话 记得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还有我有facebook和instagram 大家都可以去like和follow我的 我会定期更新的 如果你有什么关于手帐的疑问呢 你也可以留言问我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